我竟然可以在巴黎找個電話 竟然有人在巴黎撿個電話給我 遲到那一刻又開始想死了 其實他不是騙我嗎? 我幾神奇的事 Hello,我是Connor,歡迎大家收看我的頻道 今天很高興跟大家見面 我已經在法國和學蘭回來了 這次去旅行的第一天已經是驚險十足 為什麼呢? 就是不知道在看我的故事 發生了一些很神奇的事 就是因為我一個人坐飛機從香港飛到巴黎 然後我下飛機就拿著兩個行李 然後我就一直找車、做車飛 然後上車也很順利 中間換了一次車 因為機場出來的火車 再換一個比較本地的Metro 那我也是牽著兩個行李 那其實途中呢 巴黎的鐵路是非常之多樓梯的 他們樓梯是可能落、平、上 再過一點點再上 總之不停都有樓梯 但你去找電梯、升降機 其實就真的不多 非常之下體力 而且呢 因為我一個人搬兩個行李 其實本來我的行李已經很重了 然後兩個行李 那你一旦就分開拿 一旦就 你一次過拿 那你就 很重 同時呢 你又要護住自己的袋子 因為巴黎呢 是出了名字 但是呢 他同時呢 也是一個偷野的天堂 超多 超多 怕手 那很多人 你每一次去巴黎 一定有人提醒你 要小心點怕手 其實這些事是大家都知道 但是呢 無論你多小心呢 那些不幸的事都是要發生的 就是因為呢 我一個人搭車 還有搭飛機 飛了一個通宵 而且呢 我飛之前呢 其實就很密集地上班 然後考試 有溫習 那樣 其實我整天都很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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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我執行李 是執到去飛之前的最後一刻的 那去到呢 其實就是 就是 就算我睡了也好 我也是非常疲倦 那我就上來了 到我們北的Airbnb的附近 那我就下車 下車那一刻呢 我就想著 跟家人說 我終於到了 那一刻我就 蛤 我不見了一個電話 然後我就停牽棄了 站在這裡 立刻 當寒一刻我就想 因為呢 我也挺強調的 我會把電話放回袋裡面 其實 因為我有兩個電話的 那我就 有一個電話呢 就是我會背著 一條帶扣著它 那另外一個電話呢 不用的話 我就這樣放在一個袋裡面 但是呢 不見了電話呢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電話 就是我上班 用到一些 看公司資訊啊 或者是一些很重要的東西的電話 還有一些銀行資料啊 很多東西都在那個電話裡的 那呢 我就不見了電話 就是 我現在手上的這一部電話 啊 我不見了這部電話 我還有另一部電話 所以我也死死地氣 我就去到文宿那裡 然後我就 已經是 說不到話了 然後就暈了 就躺在那裡 就是現在這張照片 我就躺在那裡 躺在那裡 躺在那裡 就說那些人會圍著你 會黏著你 這樣 然後可能襯亂 或者在那些火車途中呢 就會搶或者偷你的電話 這樣 我就說不用了 但是他們很勇猛的 一拿起來就走了 那我就跟著他走 那呢 我感覺呢 其實沒有人說 黏得我好近的 就是一個適當的距離 但是因為我兩隻手都拿著行李箱 本身 那其實我沒有了 沒有多隻手可以护著一個袋 平時呢 我都會這樣护著一個袋 我都有分開這些錢 那我去到就已經成功了 那那一刻 其實我想不到什麼的 我就想 唉 就是老爸 唉怎麼辦呢 其實呢 我都去過很多個國家 那我自問呢 其實都非常小心的 還有我不會把我的電話 放在桌子 或者袋子 都不會斬放下 一定是觸摸 不會離開的手 所以呢 那一刻其實都很自責 自責得來 我又很不開心 因為發生了這些事 是沒有人想的 那我就按那個 因為我有兩個電話 所以我就按那個 Find my iPhone 姐姐提議我去做這件事 沒有關機的 她沒有馬上關機 我也看到那個電話去了哪裡 但是那個電話的位置 是偏離了本身的火車的位置 就是軟了 我們曾經有想過 好不好去那裡找 但是她是一個很大的 類似球場 那 就算去到 我想未必知道那個人是誰 未必知道她是哪個位置 而且她不是一個很方便的地方 就是你可能要 搭不知火車去到一個點 再轉巴士還是怎樣 總之就可能都要半個小時 九個小時的車程 想了一會 想一想到底去不去好呢 那我們就在Find my iPhone那裡 留了一個電話號碼 結果呢 實現的事就發生了 竟然有人打電話回來 她打電話回來 她不是想問我拿錢 她是告訴我她撿到我的電話 原來那個 我看到Find my iPhone的地址 是她的家裡的地址 她說我可以選擇 現在去她的家裡的地址 或者原來她是在巴黎鐵塔的控制塔裡做 或者我們約她7點 在巴黎鐵塔下面 她會給我電話 啊? 她真的撿多電話 她真的打算給我 為什麼 我都很滿佈這個疑惑 我都會想她問我拿錢 我都想到最 如果她問我拿錢 我最多給多少錢好呢 我的電話其實是不值錢的 因為她是一個iPhone的XR XR其實我用了六年了 我不捨得裡面的東西 還有很重要 我們公司的資訊 很多要知道的東西都在裡面 收回 那我跟她當時的對答在這裡 說可以約我7點鐘 在巴黎鐵塔下面 交收我的電話 而且她是發了她自己的照片 在控制室裡面的自拍給我 就是這樣 然後進口處等就可以了 她還拍了電話給我提 就是我的電話 然後 那一刻竟然是 我竟然可以在巴黎 找回電話 竟然有人在巴黎 撿回電話給我 我是多麼難以自信 這件事會發生 然後 她還給了家的地址 我真的有80% 是很相信 原來巴黎不是只有少偷 還有很多好印 拿到這些資訊之後 是開心的 就可以如常我們在巴黎的行程 到處逛街 吃東西 看東西 我想沒有人在巴黎 不會去巴黎鐵塔 一定會去的地方 她不是在一個很偏遠很奇怪的地方 她在巴黎鐵塔 是完全是很神奇 她在裡面做 去到這麼長時間 她是遲到的 然後 遲到那一刻 我開始想 糟了 其實她是騙我們 她後來想想 都是不想給我 或者反偷地點 然後 其實我後來都在想 準備還是 可能 我也不知道 10歐20歐 在想 對 可能看到她 就給她的地點 然後 看到她遲了 然後她跟我們說 她會遲20分鐘 那本來我們也遲了少少 去到就已經站在這裡等她 等著等著 7點 7點20分 回到iPhone看 到底她是否真的正在來 接著我看到 距離我是100米 200米 100米 即是說 代表她已經有電話來我們附近 所以她真的會來 當然是比較高職級的人 接著我們一來 她就帶我 去她的同事前面 可能講起這件事 還有她要表現我 如何解開電話 即是正面的電話是我的 最後她就給了電話給我 但她電話給我 之後她就很匆忙 走開了 即是她已經走了 最後我都沒有付錢 即是說 是巴黎沒有付錢 就是拿回我的電話 這件事很神奇 所以我覺得其實也有好人好事 無論什麼國家 很多爬手 還是很危險的地方 都會有好人的 所以 大家做多些好事 撿到電話 記得給人 電話中 有很多重要的資料 有很多重要的回憶 在裡面 所以 大家都要小心點 保護自己的財物 無論在香港還是外國 都要小心 不要這樣見 然後 找回我的電話 是巴黎找回我的電話 之後就約了在這個神聖 我們約了去阿菲鐵塔 那裡交收回我的電話 對 她真的送回我的電話 好感動 我覺得最幸運是 你遇到一個好人 急著來電話 對 我猜不到 對 還以為是小偷 好難得 真的 又令我穿 我想了這個地方 對 對 在心中分享了這個故事給大家聽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Like、Share 還有Subscribe 按鈴鐺的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了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說真的 真的很感動 我真的想不到 找回我的電話 所以 一定要做多些好事 還有 要感恩 好好珍惜自己的東西